是 虽然大跌白点 不过投资人信心还是要再不要一下 就把信心给跌掉 那么在个股方面 持续现在进入9月了 那哪些族群呢 比较能够有表现的机会呢 好 我们找这个 接下来有机会的个股 我们还是从今天的一个结构来去看一下 那今天虽然看到电子金融跟传产 在盘中都是持续弱势嘛 那主要如果以这个日K线的表现来讲的话 金融指数还是属于一个最强势的 那在这一波大盘掌声的时候 带领的这个主要的族群 反而都是在电子股的身上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在近期 电子股的部分领先股 已经有跟不上大盘的现象 包含在华雅科 可城 鸿海 甚至在河硕的部分 在极短线上都已经有跟不上大盘的脚步 所以在电子股的情况 就开始出现了一些疲软 进入了一个整理休息的一个态势 那反观我们在 虽然说比较弱势 非晶电的指数来看 是比较弱势的这些传产类股 反而是因为近日 中国开始对于 这个中国境内开始实施了一些宽松的政策 那带动了整个资金去投资 在所谓的基础建设之中 那尤其在房市的限购令的松绑 都会为将来的一些相关的这些中概内需股的族群 带来一些生命力 再加上年底有大陆的一个 135政策即将实施的项目要底定 那当然这一波的力道会持续的加强 所以说它受惠的产业 将预估将会包含在云端 电动车 食品安全 以及网路建设的部分 然而在这些相关类股的部分 连接到整个台股来讲 就包含到了食品安全的一个大层 我们知道其实大层在 这个中国大陆已经布局很久了 甚至在子公司的部分 在大层食品 也是相对在中国大陆 首屈一指的一个 这个机器的供应商 那在基础建设相关的仍然是去观察一下 最大的一个不锈钢的类骨 在滑心的部分 可以持续去做一个留意 当然在电动车的部分 最近因为在电动车推行的这个 政策上面有点不顺遂 原来其实就是在充电站 充电桩的建设不足够 那我们可以聚焦在国内的一个 充电桩的相关类骨 在整个康书的部分 持续在下半年 是不是会再做一个发酵 当然要持续做关注 那另外就是在全球紧急复苏之下 下半年是整个内需的一个旺季之中 在航运类骨里面的阳鸣跟长龙 我们可以发现近期 也蒙受了法人的一个买盘的进驻 那在下半年Q3Q4 都是航运类骨的旺季的情况之下 相信在接下来的这个营收公布的时候 会再次让市场惊艳 那以上这些族群 就是提供给投资朋友去做一些参考 是 电子股短期 没有电那么个 传产的部分就可以看 刚才提到的机党各国 谢谢分析师帮我们做的分析了